哈喽各位有段时间没发视频了 呃 之前做过几个视频 但是这国内的这个平台的审核实在是太严苛了 我也不知道我这期视频能不能发出来 知情的话做过一个用AI找工作的 用chat GPT找工作的 那个看的人还挺多的 4000多个赞 然后这一个视频带来了1000个粉丝的增长 但是最近我看这个视频已经被下架了 无法展示 然后我去申诉了一下 但是结果并没有什么用 然后申诉的结果的话 他就说是有什么非法服务作弊行为非法交易的 呃 是不是因为用chat GPT找工作 这属于一种作弊行为呢 因为这不是你本身自己具有的能力 而你是用AI这个工具来达成你的这个目的 达成你这个工作 然后这就属于一个非法服务吗 这就是一个作弊行为了吗 呃 不是很懂 所以后来的话 也就纳闷了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视频好像没有播放量了 没有人看了 呃我自己打开小红书这个视频还是能播放的 但是我把它转发给我的朋友 他在他那边显示已经是笔记无法观看了已经 其实不止这个视频 我之前还做过一两个就是如何搞钱的 呃 但是也发布上来 呃 他就说作品包含暴力非法服务作弊行为非法交易什么之类的 呃 B站反正看的也人也不是很多 呃小红书上就没发上来 他审核的门槛每个平台都不一样吧 然后这个投资类的视频的话 我是发在了这个B站上面 然后他让我发上去了 呃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知道嗯 这边应该是不允许弄这种这种东西 所以的话可能就没有通过这个审核的门槛吧 呃如果正在做这方面的小伙伴可以去我的B站上看一些这种的视频 但是呢 所有的视频的话 国外平台上我都是发上去了 呃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之后的视频的话 我反正所有的平台都会发 然后国内能不能过神就是看运气了 之前然后还有不是都全面放开了吗 然后大伙都养了 去医院拍了一些镜头脚本 然后也做了个视频 国外的平台上发上去了 但是国内的话就想都不用想 基本上也发不上去 总之一切就随缘吧 反正国内的平台慢慢的其实也摸得清楚了 知道哪些能发哪些不能发 因为有时候不能发的话 的确做了一些视频就感觉像白做了一样 所以之后会注意一些这方面的细节 争取效率最大化吧 呃做出来的视频国内和国外的平台都能发 这样子就省时省力一点 好了感谢大伙的观看 争取尽早做出下一个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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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f